嗨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測試的關卡是 英靈降臨木 木遊俠 Extra 超級的部分 可以看到我用的是很奇怪的隊伍吧 水希拉 不是貝克嗎 對 沒錯 是貝克 沒錯 屬性降克為什麼要挑這一隊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 小兵的關卡 第六 第九關 我覺得設計的有點難 基本上比王還難打的感覺 第六關是越戰越勇 第九關有獸類攻擊力提升 基本上直接獸類就打臉了 我只能說獸族就是要燒幾隻獸嘛 不然就是你把他秒殺 不過 玩獸的要秒殺又很難 就是玩橙色的了 這天下了吧 看起來是這種感覺 可以看到我打小兵都蠻辛苦的 可以看到我打小兵都蠻辛苦的 所以關鍵反而是小兵啊 王的話應該就是 技巧抓一下應該沒有問題 小兵二連擊然後血肉 哇都十幾萬是怎樣 什麼花冠貴婦那都十幾萬 這個雜豬清一下 還是一堆雜豬 算了 我的玩法是用爆發的 因為combo狼 你就直接利用combo狼 再幫你的CD5集回來就好 右邊兩隻先處理一下 這時候 還是要繼續爆發 因為你會沒有新豬 你不把他爆發爆一爆的話 等下掉下來全部都是水豬 一組水豬還ok 這樣含掉三康薄而已 這不容易耶 因為西亞通常槍槍槍的 一直都掉下來 對啊就像這樣啊 西亞是有吃運氣比較多一點 好 錯了 來了 買爭 steht 吃 嘖 斜轉 撞掉心了 現在是怎樣 流行不掉 不掉豬的就對了 真的不掉心耶 是故意的嗎 我懷疑他是故意的 這是設計好的嗎 喔 撞掉了 大家聽到我在講話了耶 果然是獨心之塔是不是 嗯 這張文法是比較怕 奇怪了 又轉到 這張文法是比較怕卡星珠而已啦 其他都沒問題 只要轉那麼久了 我的水面還沒轉好 一樣炸豬笑一笑 水面跳起來了 那我們就可以做個Scombo結束他了 1 2 3 4 停 沒辦法 我已經算很準了 多做一Combo 當做補血就好了 3 3 4 我就覺得需要這樣做 做紙的 欸 他就掉到那邊去 我沒辦法 沒辦法 看他的那個 雪量100滴雪塊被我吹完了 嗯 嗯 沒掉下來 嗯 還7Combo是怎樣 我看他的雪已經快被我吹死了 好 快吹死了 我們就把炸豬清一清就好了 嗯 卡星 一定要這樣嗎 我看他這第幾回合 第二回合而已 第二回合而已 無所謂 我怎麼預感他這次會死掉 我打了他100下 哈哈 呵呵 好這個 不考慮了 沒有爆發的話 太危險了 呀 我在轉小嗎 好耶 讓他多打一下 雪 被他賺到了 再來 對 又沒新豬了 真的是怎樣 如果聽到我的呼喚 釣個新豬吧 兩顆 吃水也不是這樣吧 我自己轉 不用你施捨 Shit 雜豬清一清 然後水豬留著 不是水豬啊 新豬啊 水豬 這樣我在這一回合才可以再繼續攻擊 好OK 然後這時候就做4COMBO送他走 好 唉 唉 算得是很好啦 理想值有時候 跟預期值是不太一樣 好 好不要掉 唉呀 沒那麼聽話 我該不會又要打100滴雪了吧 應該是不治癒 欸 剛剛好 來打小兵就跟大王一樣 又來 哇 這波爆發不行 怎麼感覺要這樣 一滴雪 滴一滴雪就對了 有 好 激 喔 一滴雪 ok 啊 然後多來一些 補滿 其實真的新作還是要多一點 光靠他的combo來撐好像也 撐不了什麼場面 哦耶 不小心沒轉到 不過無所謂 我怎麼覺得我在 墮入無邊的combo地獄 又是100滴血的那個記錄了嗎 不好吧 好這樣就好 哦對啦 終於聽話了 現在才到第五關而已啊 搞什麼鬼 又是這種隊伍 不要墮入無邊的combo地獄了 對啊 剛剛那個沒有消到 這樣玩法還蠻奇怪的 我自己都覺得蠻奇怪的 我一樣留下combo狼 最瞭解 即瞞5CD就可以換得通關的條件 對啦就是這樣子而已 唉呦 最常分開 打架 他就只送給我五顆 真的是要給我死 怎麼會怎樣都一直 一直這樣玩會不會太誇張 對,你要至少沒有新豬你要火豬 不是什麼豬都沒有 就直接跟你講說你去死的意思就對了 去死吧這樣子 終於看到一會比較正常 這樣很順的讓我進到這一關 終於進到這一關 我的水數還沒有 還有三維爾 完蛋 所以我現在只能靠新豬 連火豬都要把它轉掉 不然沒辦法爆發 哼,三顆 我看來我要被他摧一下 不然不行 不然就是看這一回有沒有機會 把他兩隻結束掉 但好,看得出來是沒機會 好吧,玩下去啦 因為他們再不GG我就要GG了 因為他們再不GG我就要GG了 屬性相關應該是沒問題的 其實這個隊伍就是用來打這一關的 跟第九關的 現在是 都要秒殺的意思就對了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打的力道是非常燒癢的感覺 嗯,非常好 豬又離得好遠喔 從前那隻先K掉 齁 齁,留這隻我喜歡 留這隻就可以慢慢玩 好,不要打他 唉呀 應該 想要他不死他就死了 好吧,反正這個也差不多是 最後一個難關了 應該要這麼漂亮嗎 我盡力了喔 我盡力了喔 你再不死我 多了阿 我再不死我 我就頭頭都頭,頭就痛 喔耶,漂亮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個的話.. 火柱可以留著啦 因為下一關用得到 這樣好了 欸 漂亮 喔 非常 非常好的 進入了我們的 歷史 終於我們可以打到小兵了 因為他現在在我眼裡就跟小兵一樣 唉唷 4CD耶 那我這隻魚仙用得出來 用得到了 這個印記我看一下 啊 我開到了 喔 好像在這邊還有一隻 對啊 我好像在我還有一隻 喔 SHIT 好不容易打到這邊 竟然不 我只是看技能 看一下喔 這個按著就稍微笑一下 喔 非常好 非常漂亮 跟我預計的是一樣的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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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喔 奇怪 怎麼卡在那邊 那邊 沒個按住 不然拉下來 好啦 算了算了 所以這個 就這邊就好了 神秘他會天降 再見啦 寶貝 好啦 最簡單的關卡來啦 王欸 王說最簡單的 真的是太喬不起他了 對他 我真的喬不起他 對 真的 那王真的是 小菜一疊 我覺得不曉得為什麼這樣設計 啊 不要太快 喔 好就在 好就在 我還要留你 留你幫我儲CD耶 看一下齁 哎呀 我好像會把他K掉 留下命來 喔 非常好 剛剛好 這個 木珠笑一下 好啦 你可以下地獄去了 按照我安排的劇情 下地獄去吧 寶貝 接下來最最最最最簡單的 就是這個 這個 沒錯 我是喬不起他 他是王 沒錯 我就是喬不起他 因為這個設計 王根本就是 小菜一疊嘛 你看 很多雜珠是不是 沒關係 我就讓你很多雜珠 印記下的時候記得 這火珠不要消大 我就讓你打嘛 好不好 有沒有感覺我現在很很 很驕傲有沒有 呵呵 因為前面打過了 現在就可以驕傲了 哎呀 消到我右邊的火珠了 看起來好像是很危險 沒錯 只是說屬性一轉下去 喔 那就 舒服了 為什麼 因為我還要再繼續給他疊印記 嗯 高野 喔 兩回合 這時候我會跟你講 你木屬性 我覺得木屬性已經不是木了 因為他現在是已經是變成是 呃 這個叫做什麼 欸 喔 變水 水屬性 喔 不能太驕傲 我們還是要很認真態度去打 對 我是說 我說真的我是有點 有點驕傲起來 我沒有解決 嗯 怎麼那麼少 阿阿阿阿阿 有威阿 哈哈哈 還沒死欸 所以我說嘛 人不能再叫 這一會兒再不K掉他 可能我就要被GG了 我選擇用這樣方式 旁邊都不消 再見吧 寶貝 欸~~嗚~~ 喔 剛剛好 簡直是 其實雖然說過了 可是我必須告訴大家這個隊伍其實是 是不好過的 就是好像要有點運氣 有一點 就是戰術是有啦 運氣好像就是 算很重欸 好吧 雖然說沒打到卡片 Extra的過了 建議大家這個通關隊伍 不要參考 不要參考太難過了 那這次的示範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的欣賞 掰掰